到了一分啊 对 这是伊萨洛夫 应该是他的 如果说这场比赛 他拿下来 应该是小组赛出现的机会 就非常的大了 对 总共小组就一共三个对手 他在其中一个对手 已经拿到了四分 那么这场比赛 如果他再拿四分的话 总共八分基本差不多 但是呢 作为就是我对印尼的一个了解 就是像东南亚印尼啊 这些 他们的足球竞技的水平 足球电子竞技的水平 一直不错 不管是石黄 还是另外一个足球 一平是相同 他们的水平 一直都在国际的一个 底尖水平上 对 我记得上一届啊 就咱们2017到2018赛季的 WES全球组赛 一名是拿的亚人 是吗 对 是日本是冠军 这么厉害 所以说我对他们的印象 还是一直非常深刻的 好 现在进入比赛 阿里 印尼的阿里选手 他使用的是溜浦 而伊萨洛夫选择的是阿森纳 伊萨洛夫阿森纳 阿里 伊萨洛夫的阵型 其实跟 很多的欧洲的选手 感觉很像 都是一个强攻阵型 4123 一个单扣腰 加两个双前腰 然后三个三叉及在前面 进行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冲击 而印尼选手 他的阵型其实更 稍微平衡一点 是一个4213的一个变种 他的 他没有设置前腰 他的是一个 马内打的是一个 拖后的一个 隐风这么一个位置 对 一个隐风 倒三角的 他其实是相对于马内 这个又像是隐风 又是前腰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中场是由 他好像在进行一些阵型的变化 他第二套阵型 因为印尼选手的战术 是还是挺丰富的 其实来到这个赛场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每一名选手 他的水平 其实都是非常高 因为代表了自己国家 最顶级的水平 而印尼选手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 自己的一些 东西 在上一届的咱们全球赛 在印尼选手 打得是非常的细腻 也非常的有攻击力 他们也是属于是技术流域 对 然后日本选手 之前的冠军呢 他是依靠自己的技术 又是技术 严谨 对 就日本选手 他们对于任何的战术 其实都是非常的严谨 对 跟韩国选手的品质 有一些相像 我们看到伊萨洛霍 他其实他的一个后方 也是四个后卫的一个站位 也是一个 只有一个边后卫 右边后卫贝莱宁 然后另外三个 从左边开始的克拉希拉克 反而不是边后卫 设置的是一个中后卫的 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那个加上另外两个中后卫 是一个三个中后卫 一个右边后卫 这个是显示有 表示友谊的旗帜 这应该是乌兹列克特意做的 对 一开始以为是他们的一个电竞 看来还是挺有心的 对 非常有心 赛前作为一个 赛前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比赛开始之后就是 比赛第一 国上新闻的一个特点 求侵略 求侵略 少近几个兄弟 对 在传统的运动画里边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乎 然后这些国家也是乎乎的交换 有个纪念 就让我想起了个中国前段时间 冯潇婷接受了对手的一个交换的礼物 被王有益认为他是在接受对方的小纸条 其实他只是接受了对方的一个交换的礼物 哎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阿里来自印尼的阿里选手 利物浦从左向右攻 伊萨洛夫 从右向左 阿斯纳是客场球一 红军利物浦则是主场 阿比利奥 中场一个强力的抢断 哎呀 马列跑出一个大担当 上门 到球 挂了左上角 开场应该只有 三分钟三到四分钟 直接就是一角 非常漂亮的直赛 然后马列一个超级单高 这胜门也没有选择进阶 这个胜门没有 就是直接一角大力抽圆角 非常的漂亮 直挂死角 选手还是非常强悍 又戏中带有出框 我们看到 伊萨洛夫第一轮比赛 对 这直筛非常漂亮 马列这个跑位 凤外妖娇 非常漂亮 这球应该怎么防 这球只能提前的用 摇杆去切换光标 提前的拉人 拿后卫去防 但是这个东西 没有料到伊萨洛夫 应该没有料到这么快 对 开场才 才多久 等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今天我们最快的一个进球 应该是开场三分钟进的 对 看一下日本 这个球 我们看一下是多久 上届比赛的关亚军的 开场四分钟 这个球是开场四分钟进的 我刚才在想 如果 现在的实况版本 是用右脚盖 可以 也可以直接演出李切人 对 所以说 就防守的时候 切人也是一个 非常高超的一个技巧 也是考验每个选手 差距的一个地方 二八没扬离 坑一脚 击中横凉 弹出了底线 伊萨洛夫 缓过神来 这个球 印尼选手阿里的 似乎 运气 有一点眷顾他 如果说这个球 马上没扳平 两个人的心态又不一样了 这都是分别 两位选手的第一个 等阿里 如果这个球稳定下来 这个1比0的果实 就是握在手里在打 如果刚刚这个球 进了马上就回到一个 诶 平局的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的起点 现在还是我 林福的优势 印尼选手的一些 小范围的配合 和小技术 还是真的是 非常的华丽 我们看到伊萨洛夫 在第一轮比赛 对中我们中国选手 中拳华的时候 他的水平 其实是非常的强的 然后 现在结果 没想到印尼选手 开场就是一个 挑战正乎 所以说 这个比赛 真的是 这一届比赛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来自全世界 各个国家 和强大的 实况足球 竞技高手 都汇聚于他 展现着他们 最优秀的技术 你说的这个话题 又想到了 达斯文 说几十几名声 好汉不听当年勇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现在的 这些优秀的选手 马赛又来了 阿里这边 他的马类啊 特别的活力 这对于 反而那个掌控 就是 两边身上都很老的 莱洛开场 没有扑到 那个桥 似乎是觉得 有一点沮丧 这个赛系 在现实主持人 阿斯纳就靠 莱洛 莱洛 有没有 一招 什么漂亮 美洋洋 又是他 标志性的空翻 伊萨洛将 比分 扳回了一比一平 双方要回到 同一期号线 其实看 今天赛程表啊 直播场次 是印尼的阿里 没有出场过 好像是 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出场 上台 起码是第一次上台 他在下面应该 打过 但是我们目前 在赛程表上 没有看到 这个也是一角 直接是 越过了阿里 所有的防线 阿里应该在 后防的一个 躁右位上 出现了一个失误 三个人 全部往前压 一瞬间 这些射门 也是直接防火 都是直接射门 据说这次比赛 进阶射门的选手 不会有太多 大部分选手 包括欧洲啊 或者是东南亚的选手 他们的射门 都是用的是 普通射门 去凡为简 其实这也不叫 去凡为简 进阶射门 只是一种 射门的一个方式 但是更多人 还是觉得 普通射门 更好 这个就是 萨拉克 漂亮 你看到 就电光火石之间 如窗花蝴蝶 直接 啪啪啪 挤脚 直接就洞穿了 伊萨洛普的防线 这个阿里 是有东西 真是有东西 这也是开球下队 但是就是 你看阿里的打法 特别的快 进去里面这几下 眼花缭乱 印尼选手 这水平啊 真的还是 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 伊萨洛普又再一次 面临着 落后的这么一个局面 马内最后 这一下的一个 直塞 非常的漂亮 直接塞 这一下 有点那个 十几年前 阿尔纳的感觉 完全 其实就有很多 其实很多 玩石晃的选手 他们都非常喜欢 去 重现当年 就是 就是温格 在最辉煌的时候 十年前 不是 不是 这几年的温格 是那时候的 阿尊纳不败之师 他们那时候 打法 一脚出球 然后快速传接 其实 可以看到很多人 就说 这二八没扬 双方是 你来我往 这个开球杀 没有成功 其实 一三龙夫这场比赛 表现的也是不错 只是他的一些 最终 淋门一脚 感觉 运气有点不好 连续两次 比赛刚刚二十分钟 已经二比一 陈知道你对于这种 足球 竞技游戏里面 开球杀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 比较好的防范的办法吗 我先听 前十一文章的办法 我的办法 我的办法就是 干 干 没有办法 其实我是对于这个东西 也是没什么办法 因为第一 一项事宜 我有片面的 你是以技某助成吗 你在选手的东西 技某助成 感觉双方的进攻都非常的犀利 互相防不住对方的进攻 一会儿看开车杀 我该介绍经验了 虽然我没有拿实况的世界冠军 但是我用非赫的那些 用其他的这个足球 限制足球的方式方法 然后还有小时候还玩热血足球 也是咱们日本一块做这些东西吧 然后怎么防范 要结合联防去顶他 并且手动攻标 其实就是不能退得太厉害 你越是退 刚才说开球杀越是退 越容易被开球杀 犯了这个退防的错误 就犯了犯了这个错误 开球杀的时候 让对方开球 一定要适当的进行一些顶防 对 你不能一味的退 你退到里头进去里边的话 对方就很容易形成一个 你看 你看这个 我们仔细看下细节了 在退防的同时 必须可以有联防的顶防 这是必然的 不光是防开球杀 所有的反击也比不上 这两名选手 其实都是进攻力 非常的强悍 然后互相也防不住 感觉有点 漂亮漂亮漂亮 撒罗赫又来 互相也防不住 是啊 他们两个就是 互相都是独孤九戒 你是独孤九戒 我是 什么啊 也是独孤九戒 我不能说 另外一个是 地鞋剑谱 我就是九阳十路 九阳十路是防守的 对啊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进攻型的 就互相攻 这没有防 他们俩都是缺少 九阳十路 都是具备了陪伐包裂 先刺攻再说 先攻的 是自进攻还是进攻的攻 就是独孤九戒 两名选手互相 互相使用独孤九戒 互刺对方 独孤九戒在金庸 宇宙 金庸宇宙里面 就是一个只攻互防 我看到的都是不要后防的 都自攻 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 自己进攻吧 防守 防守比较差 然后主要是靠进攻 也不能叫防守差 可能是双方都没有办法去防住对方的金床 就互相抱吧 对 这也是一场比较好看的比赛 最好的防守呢 就进更多的球 这个要最好的防守 对 两名选手都是进攻型的 来 我们再来看 伊萨洛夫 哎呀 这个开球 稍微没有打到点 奥巴美扬有一点可惜 奥奇尔 沃尔贝克 奥奇尔继续 中路有没有 阿里森 稳稳地将球接住 其实我很喜欢看这种 就是进攻型选手的一个 互攻的 这么一种比赛 因为感觉进球多嘛 大家其实看足球 其实就是喜欢看金球 其实前世纪军 奇尔拿达说也不喜欢 对方包住 我不喜欢鬼号包住 如果说你喜欢鬼号包住 我可以介绍你 自攻那个攻是进攻的攻 马雷 马雷又来了 漂亮了 来若有一个手控门匠 这么一个操作 伊萨洛夫这瓶手控门匠 还挺不错的 又来了 奥巴梅扬 可惜啊 这个应该是 自己射门时候的一种选择吧 这个其实 他的选择也不能说是错误 只是说被名将扑住了 我们可以看到 伊萨洛夫的进攻也是 真的是非常犀利 只是他最后领没一脚 稍微有一些欠缺 上门场 我们看到这个 伊萨洛夫说 伊萨的选择 防守体系跟日本选择 还是有所不同的 每个国家 他每个国家的选择 他整个进攻和防守体系 都不一样 你让中国选择 他们的进攻防守体系 和国外的一看又不一样 因为一群人在一块踢 总会是互相去 借鉴一些优秀的打法 而每个国家各自交流 肯定都是这样子 哎呦漂亮 奥巴梅扬 所以说这场比赛 真的是一个进攻大战 你来我往 就是往外对 这就是你两个人 一人拿一把刀 离头我一刀 我头离一刀 不顾后果 看谁先给谁 彻底的放血 这种比赛也是 其实非常好看 真的非常好看 为我们奉行了太多的进球 像以前 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很多那些女同学 她们很多都不喜欢足球 喜欢篮球 问她们为什么 篮球进球多呀 那我们足球 是不是应该多一些进球 才能吸引更多的美女 来关注我们的足球 关注我们的实况足球 你说看着篮球 然后喝着啤酒 吃着肉 就没有看足球的感觉 所以这个妹子吧 其实在我对妹子的片面了解 妹子其实她什么球都不行 因为她身边的男生 喜欢看什么 她会追随看什么 在学校里边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是好多 好比赛继续进行 然后三比三 目前双方依旧还是一个互相 对攻的这么一个局面 几乎来说 两个人已经完全放弃了防守 又是一个进球 哎呦 十字毫厉 双方的防线感觉都是很怒啊 双方防线几乎来说 完全防不住对手的进攻 这个球是弗尔米洛 你看啊 这个弗尔米洛 这黑猫硬是什么人喜欢的 达出这样的习惯 这我能干 挑撤 没有约会 伊萨洛夫 4比3 伊萨洛夫这个进攻力真的是强 一名选手再次反超 是乌兹别克 伊萨洛夫反超 伊萨洛夫进的时候呢 对 阿斯纳 阿斯纳进的球 阿斯纳进的球 对 伊萨洛夫 乌兹别克 那他如果要是说能稳住一下后防 直接七分到 基本上我觉得很难 因为两名选手他们都是一个进攻 都是 其实也不叫不要防守 因为他们都是攻强 他们进攻强于防守 他们在这种比赛其实 把自己的进攻打出来 我觉得就已经很完美了 他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足球 对足球的一个理解 拉卡泽特直接带领 枪手反超了红军 阿斯纳穿的是客场球 但是我 我预估一下 接下来至少还有两到三个地球 绝对有两到三个地球 对 双方这个风格 决定的这种比赛 绝对不是一场成本的比赛 这场比赛能不能比赛够无敌 按之前的节奏是很有这种可能 非常有可能 双方选手这个进攻率非常强 我们又来一脚推射漂亮 伊萨罗夫 伊萨罗夫 这么一选手的进攻率真的是很强 像第一轮踢我们中国选手朱彩华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出来 他不管什么时候 他就是进攻 这么看 红军多 中彩华 防守盲力还是非常到位 这个是货比货 是吧 一比发现 成本中还是可以的 货比 还是可以的 老货比斯货 老货还是可以的 就看阿里选手 接下来这个能否调整一下 这个防守 你说两个人互相拼进攻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防守太陋了 而且伊萨罗夫在上半场 还是错过了很多个单刀机会 好 比赛现在是五比赛 伊萨罗夫领先 来自乌兹别克的选手 这一场进攻大战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 还有没有进球 我刚刚说了 接下来至少有两到三个进球 就看是谁能进 吴兹远斯的选手 印尼选手在上届比赛里边 也是先领先日本选手 被反超是吗 对 所以在以往的印象当中 印尼的选手的记彼性 要稍微的没有那么强 所以印尼选手可能都是进攻会 比较随性嘛 对 随性似的 随性 跟泰国有点像 其实这种风格呢 打疯了就非常的可怕 就像独久见一样 就是无招是有招 但是你要比纪律性 肯定是不如 像日本和德国选手 或者是欧洲选手 来 我们来看印尼选手 这个进攻 萨拉克漂亮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 在接球一瞬间 一个假设 假设了停球 这样来接球 这样接球的好处 就是可以取消身体的一个 接球 或者一个惯性 一个硬直 按游戏来说 维尔博克 维尔博克又是一个 对 好像有一点 没有体力 能不能卡住 跑不住 奥巴梅扬 时光比赛之所以好看 就是我问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看 时光之球的比赛 因为 就时光之球比赛 就永远没有 就是很消极的一方 比如说我进了球之后 我开始控一下呀 他其实双方都会打得 非常的激烈 还是比较积极正面 这样的足球 才是我们所有人 很喜欢看的一种足球 当然你说 足球里边有很多种踢法 但是我相信这种踢法 就要看 撒拉肚 漂亮 好 4比5 阿里 还有机会 他像他自己 同样姓名的那些 有可能 全光阿里 什么致敬 不放弃 阿里 那我是霍里 霍里 怎么扛住阿里 反正 泰森是能扛的 这个球 我觉得 阿里 还是心态 我觉得还是 摆的还挺好的 你看这个球 直接一个直三 然后 撒拉肚这一角 上面也是处理得 非常好 我说接下来的 进球还会有 就看阿里 能不能 扳平比分 而伊萨罗夫 这边的情况是 他能不能守 但是我估计 伊萨罗夫 不是一个 也不太好守 他不是一个 越以防守的人 他可能就说 你敬我一个 我敬你两个 其实现在呀 现在比赛 还有一段时间 也不能太守 然后 伊萨罗夫 这边应该 也进行一些换人 然后伊沃比 换上了 换下了恶气 恶主的体力 始终是不能 支持太久 跟现实足球当中一样 小媳妇 体力始终是 比较差的嘛 干一会儿 体力活就不行了 亨德森 中场致命 场段 可惜被 阿斯拿的帕帕 直接将球 拿了回来 诶 这边好久不上场的 斯图里奇也上来了 以前的 前几年的大阴地心啊 这些人因为伤病 一直饱受折磨 今天也再次上场 感觉这个 拉卡斯 这个弹弹的一个 低弹 低得人紧 有没有了 哎呀 黑背呀 老维尔贝克 这就是光标的单 单抢能力 非常大 抢截能力非常强 直接全面的判断出了对方的一个出球 出球点 可惜最后这一脚射了 那是昔日的黑暗四天王之首啊 背不进 黑背 当年漫年四大 黑暗四天王 背不进 阳不过 还有什么 蜡不传 瓦不射 还有什么 就这四的 黑暗四天王吧 结果最后是 还有秦框社 吴尔贝克远走他乡 去了枪手 但是吴尔贝克 来看一下 为他自己证明一下 漂亮 他说我射门不行 但是我传一下还是OK的 这场比赛已经进了十个球了 刚刚我们说是5比5 十个球 这些四比六也是十个球 双方的这个竞争风格 从开场我们就看出来 他们是 都是一个互相强攻心的选手 这种比赛就是 打得大开大合 跟刚刚弯球在打 我觉得就很好看 双方都很好看 只能说 伊萨洛夫他的一个 处理球 最终机会球的能力 在这场比赛时 略微强于阿里 对 阿里的攻击力也非常不错 对双方攻击力都很强 但是你先忘了防守 这时候防守其实已经不在意了 因为两个人现在已经估计进入到一个 哇 哇 漂亮这一脚 有一点当年 背开哈姆的感觉来了 快推 推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小 在左边我们看 左边这是谁 应该是拉卡泽特 一脚圆越弯道 直接传到了右边的 维尔贝克弄到中路 传到中路 是不是挑传 一个挑传 但这个挑传的弧度非常大 中路的奥巴美扬射门稍微有一点可惜 来 有没有 维尔贝克 补射 有没有 补射 武希塔良 11个球了 11个球了 4比7 真是一场暴力的比赛 托雷拉近的 这是托雷拉 白坎特托雷拉 今年阿斯纳的最佳影员 把印尼选手这场比赛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打成这样 曾知道赛前有没有料到比分这么大 红外没想过 一个足球比赛能踢10个球以上 还是很多的足球比赛 那是曾经零纪念 在一几年之后没见过 真是 近9年之内很少出现过 有这么大的比分 除非是海银分 说实话 在这样的就是世界总决赛的舞台 能出现这么大的比分 我也是很少见 也是第一次见 零几年之下 而且双方 他们双方的双方进球都很多 这也是非常好看的比赛 献给了所有的观众 现场在线上 或者是现场看比赛的观众们 都应该为这场比赛而鼓掌 为双方鼓掌 无论胜负 这是他们两名选手 带给大家的一个进球盛业 而比赛还有 接近加上伤体捕食 可能还有10分钟 基本上是八级时间 目前三个球 三个球要帮回来很难 但看一名选手 应该还可以再进一个球 能不能找回点信心 现在乌尼利克伊萨罗夫 拿到了7分 伊萨罗夫如果这场比赛赢下来 他就应该是拿下7分 来 我们又来了 出现已经基本差不太多 如果不连续连败的话 基本上不想 对 如果在小组赛上这样踢的话 已经 而且他的竞胜球和进球数 应该是都是占有一个优势 好 比赛结束 这双方的第一场比赛是由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伊萨罗夫 7比4 7比4 这个比分是真实比分 7比4 战胜的印尼选手阿里 好 在这一轮比赛获得3分 那接下来这一场比赛 阿里应该会重新调整一下心态 我们看到这个伊萨罗夫是96年出生的 今年22 23还不到 另外的阿里 伊萨的选手是91年28岁 年轻选手他们有很好的优势 就是手术其实是比较快的 年轻嘛 年轻人的手术都挺快 想到了前十游冠军的曾经的自己 靠手术 我其实手术这些都不算快 我其实觉得我的优势还是对于足球的理解 真的 我是从小看球最开始 从四川全新 看马明宇 对啊 马明宇摇下拉一批 然后98年 然后看法国 然后再到阿斯纳 好 我们先回到比赛 他们已经再次进入一个 这些有头变化 这些的一个调整 这场比赛是 阿里选用的是阿斯纳 然后塞洛夫选用的是比5分 双方 交换了一下 交换了一下球队 两名都是进攻型的一个打法 就看谁能够在这场比赛竞跟多多球了 守是守不住地 两个人都不愿意守 也不想去守 基本上两个人的阵型都是一个和上一场比赛对手的阵型也没什么区别 都是派出了自己球队上面能上的最强的一个阵容 吴兹别克斯汉选手 现在 应该来说 现在非常的放松 第一场比赛 发出这么大的一个比分 他现在完全没有压力 随性发挥就好 这种选手 进攻型选手 其实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如果让他打顺了打风了 这就非常的恐怖 现在印尼选手从头而来吧 也不能说没有机会 但这就有一个风格相克 其实像这样进攻型选手 他很怕那种防守特别刚硬的 一上来开场他攻的任务 开场之后 以萨洛夫就获得一个脚球 阿洛夫就获得开出脚球 这边边路看有没有机会 阿斯兰拉姆赛直接下脚 铲球没铲到 感觉有一点乱 张伯伦一个漂亮的抢断 好球 张伯伦抢断之后塞到中路 但是射门直接被 对方的门向扑了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击 能不能打出来 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可能进攻 就不会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 互相进这么多球了 因为通过第一场比赛 他们对对手的一个进攻套路 都有一定了解 这场比赛应该会优着一点打 但是我相信进球还是会很多 只是没有上一场这么夸张 来凯塔进行一个场段 很快的向前推进 没有人防啊 这一个很危险这样 就是在观察他们的防守 刚刚其实是这种事非常危险的 退防都太过了 凯塔一个人长期直入 联防没有去逼 你不能让对手在中场 像这么顺畅的去一个代球推进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对 没有一点失望 你不是在平行线上在退 应该采用方法联防的方式去逼 其实阿里他这场比赛也可以完全放开去踢 因为他上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他没有拿到分 这场比赛又是单独新的一场 能拿分 平的拿一分 赢的拿三分 我觉得自己好好地去拼一下 这球其实是非常靠后才看 真把分拿的手在桌 大分 小分就外围 拉卡车的射门 哎呦 这个球怎么踢飞了 这个球有一点可惜 阿里这个球稍微的射门没有压住 力量按的稍微多了一点 我们本次比赛是在虎牙直播 搜索WESG 实况地球上 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现在的比赛了 好的 张伯伦这边 又开始前场对救助进行一些制裁 这名球员真的是 不打枪手不给力 一打枪手就来救 拉姆赛也是即将在 今年赛季结束之后 转会到尤文图斯去和 C罗进行一个搭档 但是他在阿森纳这么多年的一个表现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 作为一名断过腿的球员 他依旧还是在断腿之后找到了状态 哎呦 没有 奥巴米扬这个球稍微没有启动跑起来 我们本次比赛的官方微博 是阿里体育电子经济 通过阿里体育电子经济的官方微博 可以了解本次比赛 奥区尔 奥区尔这个球怎么还要去分呢 一切的关于赛程赛事 还有比赛信息战果 都可以关注官方微博 刚刚那个球 阿里的奥区尔稍微有一点略微的 有一些保守的其实可以尝试射一几 奥巴梅扬 梅扬扬的速度一直还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漂亮 没有打上力啊 没有打上力 他在过人的过程当中就只是利用变相去 骗取了对方后卫的重心 就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过人 但是可惜的是最后这一脚射门啊 略微的有一些可惜 来继续 阿里看来这场比赛场面稍微有一些优势 他想拿下这场比赛 伊萨洛夫绝对不是审游的灯 来了伊萨洛夫漂亮 菲尔米洛一比零 遇灭狼军 菲尔米洛一进球就露出他的大白牙 一比零 他的进攻真的是 他和这个伊萨洛夫他和其他选手进攻 也有一点不同 他在最后的最后一传乱一下 特别有他的一些自己的东西 现在伊萨洛夫看到如果他碰上日本选手会怎样 我也挺期待的 其实这个是比较就比较好看的 对 日本选手他还能打得这么形式 他去替日本的Sofia Sofia 亚裔会的冠军Sofia 比较期待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个球 萨拉克一个后脚跟着这么一个巧妙的传球 菲尔米洛直接插上将球打进 这是利欧浦前场三叉集的又一次犀利的配合 好 比赛现在是1比0 由乌兹别克斯坦的伊萨洛夫 1比0先 1比0的阿里选手 萨拉克 萨拉克继续长驱直入 又来了马内 我们发现这一局啊 就是像刚刚萨拉克代球也是 带了这么久 但是没有人去防 退防的这一局 阿里他的一个退防的太有点过了 这样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 联防 又危险 来了马内 又是一局来了 2比0看来伊萨洛夫 已经将胜利的果实插到一半 我现在看到这个阿里一名选手 他的这个结合联防还有退防 问题有一定的问题 印尼选手他的进攻挺有特色的 确实防守 防守是有些问题的 这怎么就 形成了局部啊 二过一 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是自己 心态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看这个防守是一个巨大盾板 他因为已经0比1落后啊 这场比赛如果说再不上去抢一下 可能就觉得没机会了 心态一发生变化 后卫一扑 结果就是再被进更多的球 伊林选手进行开始进行一些战术上面的调整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反正现在已经0比1落后了 调一下吧 输一个也是输 输两个也是输嘛 这接下来上半场 如果说上半场结束前还能扳回一个球的话 那其实就是有机会的 伊萨罗夫这个小操作啊 也是挺有意思 那个马列 他的马列用的特别好 前场的一个任意球 球开出来 张伯伦 暂时找到了中间 哎 这球越位 越位在先 弗尔米洛 弗尔米洛也是越位在先 越了一个头 半个头 好 这最后上半场最后一攻 拉姆赛 拉卡泽特 好球漂亮 哦 哦 我们要这条射门直接被一个手动门匠 将球拖出来 手动门匠挪到近角 直接直接放到近角 就是猜对了对方射门的一个角度 这直接远点 这个马后跑 这是马后跑 他直接判断对了 这是一个赌博 赌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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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切都是好的 还有一个角球 看不清塔梁能开出高阵浪的角球吗 有没有 恶奇尔 不射 这头球还真是不好 拉卡特的再来 好球 这个球是不进球不罢球 连续的射门 连续的被挡出 现在印尼选手又看到了自己 拉卡特的 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回一球 这时候他下半场就有机会了 对 一名选手 一名选手现在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和曙光 拿分的曙光 就是足球这项运动就是永远不要放弃 永远不要抛弃 这是连续击倒到衡量门柱之后 由拉卡泽特直接在将球打入死角 拉卡泽特也是号召队友赶紧的 回来 上半场 大家加油 咱们还活着 好 上半场比赛结束 我们们接着干 来自乌兹别克的伊萨诺夫 2比1米线 来自印尼的阿里 伊萨诺夫上半场 这个控球率也是比较可怕 60% 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 双方的控球率加在一起 刚好是100% 这数学真好 李老师教的 开个玩笑 就是说 伊萨诺夫这个控球率 确实是直接在上半场 牢牢地占据了比赛的这么一个局势 但是下半场我们看一下阿里 能不能调整好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 奥巴梅扬 西坦又来 奥巴梅扬 赛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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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会有赢有输 这个球 他的手控门将去封远角 就直接 我说 现在乌兹比特的 这一三段数有点放松 有点放松了 这些手控门将也是 你猜A面还是B面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你去封远角 我就设立近角 这个时候就直接被近角射了 这一脚的挑船非常漂亮啊 直接是射一下近角 一分又揣到了兜里 看看能不能揣得住 这两个选手确实是都是 都是进攻型的高手啊 进攻高手 没有防守啊 不能说没有防守 他们都是属于攻抢手弱 防守 我看到的是分家级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面 看着他们防守身上 感觉有点漏 但其实如果说他们在 打那种国家级的比赛来说 可能防守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这是世界级的总决赛 互相的对手的进攻力都太强了 我还看到有些什么 有些网友在留言说 怎么这个防守这么烂啊 怎么这个进攻 怎么打得这么差啊 我上去可能比他强啊 其实我觉得 电子竞技里要 根据你的对手来看 因为你的对手很强 所以说他们场面可能会 有时候会打出一些 你觉得 你能打出来的东西 你当你真正面对 这名选手的时候 可能你会被他踢得很惨 来了拉姆赛啊 漂亮 阿里 阿里选手反超了这个 比赛 有点意思 这两位选手两 两门比赛下来进了多少个球了 现在15个球了 15个球了 11再加 4 对 15个球 这是5个了 16个球了 11 他们两个人 这个进攻力真的是强大的 强大的恐怖啊 把小小小赛 其他对手的球权自尊了 这个进球确实恐怖 而且每一个球都是直接打到对方 就是完全是防守完全漏掉 完全是绝对的机会 没有所谓的一个混 任何一个是混球啊 或者是什么 足以证明这两个选手 他们的进攻实力太强了 纳姆赛 离开阿斯纳之前 再为阿斯纳进行最后一份贡献 好 这边伊萨洛夫赶紧要进行一些调整 应该是 哎 反而是 反而是印尼选手的阿斯纳在进行一些调整 伊萨洛夫这边按兵不动 好的 欢迎虎牙直播的各位小朋友小伙伴们 为我们的双方国际友人的比赛 加油助威 我们比赛呢 官方微博是阿里体育电子竞技 里边有一切比赛相关的消息 大家敬请关注 比赛回来了 现在下半场58分钟 印尼的阿里选手三比一 李贤乌兹别克的伊萨洛夫选手 可能是有一些 有一些都翻过来啊 玄妙的东西在这里是吧 带领他取得胜利 那个咱们阿里电子竞技 应该在印尼的这位选手找他合格做 都叫阿里 好 又来伊沃比 拉卡泽特 这两名选手的进攻力啊 真的是强悍啊 互相打得 非常的激烈 我觉得这场比赛 无论输赢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其实都是 应该给双方选手 给予掌声 他们都是愿意去进攻 去积极去比赛的那一种选手 范泽克直接将球断出 但是阿里这边很快地进行前场的反强 哎呦 这段时间感觉 双方都有一点乱啊 你将球传给你 我将球传给你 互相像吉普传花一样 球有点烫手了 赶紧传出去 来了伊沙洛夫看现在的时候 他能不能抓住机会 他如果再进一个球 就可以扳平比分 拿一分也是有分数的 对 现在看这个乌兹比克的伊沙洛夫 有没有这个斗志 虽然分数拿的已经十多多 好 印第选手这个奥巴梅扬 永远出现在一个反越位 这么一个位置 非常的犀利 来了 伊沙洛夫这个球应该是一个超级越位 不需要 不需要裁判来看 这个球大家都能看到 是一个越位 好 现在是双方都在进行一些换人的调整 双方对阵型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调整啊 都是非常的自信 有点微调 这个时候我觉得 印第选手 你看他已经开始会采取一些手了 他把他自己的隐风已经拉回来 变成了前腰 他隐风的位置已经拉回那边前腰 前腰他会更倾向于在防守当中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对 他可能这个调整不大 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些表明他 想守 想守这三分 这一个球的优势想守一下 拿下来就是三分 阿罗的边道起球 投球 打球球 有一些 有一些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分是否能够守住 不知道他们这个结果 对于中小华选手来源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中小华现在是 第一轮我们看起来 他是只击一分 还是比较危险 就对于两名选手来说 他们我倒是觉得 他们两人的风格 还真的挺强的 真风格挺强的 都是技术还挺好 然后在前场 就是短传配合 都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你看又来沃尔贝克 漂亮 这个球像不像 上一场比赛 相当上一场比赛 那个伊萨洛夫听得起来 他感觉就是什么都不穿 直接拿着毛就不干 好 4比2 现在这个比分 基本上来说 应该来说非常的有利 对于阿里来说 那伊坦诺夫七分 现在是这个小组的积分会是会是怎么样 如果以今的积分的话 他如果后边要是经常的失误 被翻盘 他有可能还是没出击 虽然拿着竞争球 进球数 进球数是非常的多 其实 这个印尼选手还是非常有道具 咱们中国选手在这个小组 有 有 有成组的吗 就是 C组 C组的话就只有成组一名选手 哎呀 萨勒这个球 一脚电车底线 所以 所以就这么行 这个阿里 他就 三分 我拿到了三分 然后 伊坦诺夫七一分 呃 冰天皇还是有机会 对还是有机会 这个 不要放弃 一支东西 我造不是很好笑 就感觉这场比赛阿里 他进的球就很像上一场比赛 伊萨洛夫进的球 就两个人进球模式 几乎是 有点同出一辙 啊 又来了 奥巴没扬 维尔贝克 手动门着 哇 真的是5比2 上一场 伊坦诺夫七比三 这一场 精神球搬平 精神球搬平啊 嗯 如果再多进一个 精神球还反超了 进球数 这就有意思了 对 进球数就全都报废了 两人 进攻型的两名选手 互相捅了两场啊 发现进球数 一样啊 嗯 进球数一样 如果 印尼选手阿里 再多进一个球 那他的 进球数 将会烟消云散 什么都没有用了 这就直接一个横敲传球 让他的手控门将失去了一个判断 伊萨洛夫吧 还是打得这么随意吗 伊萨洛夫 这名小伙子啊 是有一点随性 随心随心大法 现在两场比赛进了 进了差不多十八个球 看能不能进二十个球啊 还有三分钟 感觉应该是 应该是有十分钟 应该是没有机会 一分钟进一过 一篮球比赛 来 还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吴尔贝克 延续的做出各种假动作 射门 吴尔贝克 伊萨洛夫 再不去好好防守的话 战场就等于排体了 刚刚这一个球 吴尔贝克带球的时候 一直在 摁他的那个传球 或者是射门能量调 然后摁出来又取消 摁出来又取消 一直在引导对方 进行一个 错误的一个防守 还是挺有意思的 印度尼西亚的阿里 能不能在最后的时刻 再多进一个球 然后 西台南开出脚球 阿里森单拳脚球 击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我们看一下阿里 那些 又传到外围 还有吗 应该是没有了 裁判吹小了 比赛结束了 比分 全场比赛2比5 加上擅长比赛的 双方竞胜球 是一样的 但是进球数 还是乌兹贝克的 伊萨诺夫领先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对